第一 縣駿全 各種選擇 去年12月25號 澎湖縣第18屆議員 19人全到期共同舉手宣誓 結果不到一年 7個人出狀況 議會運作恐怕出現問題 效忠國家代表人民 依法行使群執選 澎湖縣議員吳文相 被裁定違反選霸法 任職34天就遭停權 藍俊一議員今年9月中風自衰 目前半身行動不便 胡宋榮議員半年前 被檢查出食道癌 要開刀切除部分食道 澎湖縣議員狀況不斷 就在9號深夜 葉明縣議員也被生押獲准 被告葉明縣先生 所犯為貪污之罪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 澎湖地方法院裁定 葉明縣違法受帝弊案 生押獲准 同日下午 歐陽州也遭到高雄分院 民事判決黨選無效 縣議會中總共5人官司纏身 兩人遭遇重大疾病 三成多的議員出狀況 還能好好為民喉舌嗎 19席議員有7席遭逢官司跟疾病 如果有議員被停職 將由其他人逮捕 澎湖政壇版圖恐怕會有所變動 這顏宇龍謝謝林彭報道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